国资委22号在通报中国铁剑业务招待费检查情况时表示 部分接待费确实存在发票开具不规范 报销程序不严格 会计科目使用不当等问题 少数人还存在违纪违法问题 这些问题在其他中央企业也不同程度的存在 坚决反对中央企业大手大脚大吃大喝 央企要加强检查整改 正风速记 坚决消除滋生腐败的冰造